别执着于外在虚幻的 守护好内心真正珍贵 作家张言说 很多人觉得想要获得什么 就必须付出昂贵的代价 但其实 人生最重要的好东西 几乎都是免费的 阳光 空气 朗朗季月 璀璨群星 亲情 智慧等等 不受每一举 他们至关重要 但却无需费用 人在年轻的时候 以为所有获得 必须与金钱挂钩 等到年龄渐长 阅历渐身 终究明白 这世上最珍贵的东西 往往都是免费的 一 行走 是最低成本的养生 世界卫生组织曾通过研究指出 世界上最好的运动 是不行 每天坚持不行 既可以强身健康 又能舒缓情绪 改善睡眠 尤其人到中年 身体各项机能都在走下坡路 再缺少锻炼 健康迟早亮起红灯 百炼走为先 哲学家梁树明 每天早上雷打不动的去公园散步 到了九十岁 仍旧身体健老 导演张一谋平日里即便在忙 依然坚持徒步五公里 这让他经历不输年轻人 人生最朴素的力量 莫过于行走 那些迈过的步子 都是对身体最好的护养 不必花前驱健身房做多么高大上的运动项目 也不必花心思研究五花八门的养生方式 每天早起慢走半小时 每天饭后走路五千步 用行走代替躺平 用散步代替久坐 舒展的是身体 放松的是身心 坚持行走 养成日行万步路的习惯 就是对身体最好的保健 二 读书 是门槛最低的高贵 作家周灵说 人每读一本书 都是在进行一次名人访谈 是在和顶级的专家交流谈话 读书是用最低廉的成本 获取最高级的成长策略书游耀眼 擅读不仅可以一余 更能潜移默化地影响你 让你思想得到升华 精神得到滋养 一个人读书太少 难免诱语有限的学识和认知 没有足够的智慧 来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只有在不断阅读的过程中 才能将书本里的死知识 变成自己脑子里的活智慧 进而游刃有余地处理各种事情 解决各种问题 人一到中年 上有老下有小 生活的苦 岁月的伤 一查接一查 当你被生活突入泥潭时 那些读过的书 总能给你一种内在的历史 让你一步步把自己从迷茫 困惑的谷底拉上来 读书是门槛最低的高贵 也是一生的修行 中年以后 坚持阅读 在书香文末中 润则生活 风银余生 三 独处 是性价比最好的投资 年轻的时候 总是热衷于社交 执着于认识更多的人 出入更热闹的场所 越往后却越发现 热闹交际后更多的是空虚 工愁交错后更多的是落幕 尤其到了中年 更是发觉 外界的喧闹对人只是一种消耗 让人身心俱疲 唯有独处 才能获得内心的安宁与自在 才能让自己于一个人的清欢中 练就富足的内心 饱满的灵魂 正如复旦教授陈国所说 当一个人给自己更多的时间独处 自我的力量就开始举起 内心会变得越来越强大独处 是性价比最好的投资 当你避开人群 静静地享受一个人的时光 你会发现 你的生活变得简单充实 当你远离喧嚣 学会与自己好好相处 你会发现 你的内心变得平和从容 一个人越能够独处 越能静下心来好好打磨 沉淀自己 四 善良 是稳赚不赔的福报 不知什么时候起 越来越多的声音总是提醒人来 世界冷酷 人心凉薄 太善良会吃亏 会被击 于是很多人开始警觉性地保持冷淡 不敢轻易释放善良 不敢随便赋予温暖 结果时间久了 人远了 情淡了 骨抢了 才终究明白 这世上真正能温暖人心的 还是那刻在骨子里的善良 世界再无情 也不该把善良的心磨灭 人心再凉薄 也要把善意传递 了凡四讯中讲 慈善 行善可以让自己的命运向好的方向转变 人生是一场因果轮回 付出什么就会收获什么 你释放的每一份善良 温暖他人的同时 也必将照亮自己 你付出的每一份善良 恩责他人的同时 也定会惠及自身 修得慈悲心 不抱自然来 无 真情是最珍贵的财富 年少时不懂珍惜 伤害过自己在乎的人 冷落过在乎自己的人 也曾天真的以为 连心冷了还能捂热 感情散了还能弥补 测试过一些珍贵的情感 才恍然惊觉 人生没有回头路 真心最怕被辜负 无论朋友 爱人 还是亲人 心伤久了 人也就变了 古龙曾在《欢乐英雄》中说 世上最难得的 既不是名胜 也不是财富 而是人与人之间的真情 有驾宝一寻 真情人难命 人生最大的信是 莫过于有人掏心掏肺爱你 世间最好的福分 莫过于有人真心实意待你 尤其走过半生以后 身边的人越来越少 拥有一颗真心 一份真情 真的比什么都幸福 永远记得 心伤了难愈合 情散了难挽回 好好善待爱你的人 加倍珍惜你爱的人 别让人心受伤看 别让真情覆水流 六 心态是最无价的灵药 悲观的人虽生有死 乐观的人永生不老 人活一生 全靠心态 心态好 再大的烦恼也一笑而过 心态不好 再小的挫折也让人流连痛苦 但开心的过 还是痛苦的活 决定权永远在于你自己 当你一遇错 就消极悲观 陷于欲结情绪 无法自拔 日子只会越过越糟心 当你欲试看开看待 乐观笑对 自会身轻松 心不累 正所谓 百事从今起 一笑解千愁 养一个好心态 顶得上世间一切良药 中年以后 尚有老下有小 生活的重压 扑面而来 倘若心态不好 日子只会难上加难 人生不如一之事 十之八九 但请坚信 所有苦难都是暂时的 无论多糟的经历 多大的不幸 都将变成昨天的故事 后万生 把心放宽 把势看待 开开心心的过 快开乐乐的活 才是最高段位的智慧 七 知足 是最值钱的拥有 年轻的时候 总是追求足够优渥的物质生活 常常没有满足的时候 仿佛世间最大的幸福 都是足够大的房 足够豪的车 足够多的钱 才能给予的 走过半生 才渐渐发现 心若不知足 即便拥有再多 也不会感到幸福 恰如富兰克林所说 对于不知足的人 没有一把椅子是舒服的 人心不足 蛇吞向 想要的太多 永远不知满足 是人性深处的恶 知足天地宽 贪得宇宙爱 一个人能否活得舒心 并不在于财富的多广 而在于欲望的大小 贪求太多 只会活在无谓的痛苦之中 懂得知足才能心开一截 真正离苦得乐 人到中年 千帆越近 心境淡薄了许多 人生的意义 不再是一位追逐 未曾得到的 而是保持内心的平和与满足 珍惜 感恩当下的拥有 不断给欲望做减法 给幸福做家法 中年 是人生的分水岭 也是精神的归象 经过岁月洗礼 时间沉淀 逐渐明白最清醒睿智的活法 不是执着于外在虚幻的 而是守护好内心真正珍贵的 如此才能舒心自在 安度岁月 点个赞吧 与朋友们共勉 感谢观看